刚才听到的福音 耶稣有一句话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冥记于心 那句话就是 耶稣所要求的那个 妇人 她说 女人 请吸我一点水汗 她和这个撒马尼亚妇人 说这句话 震惊了当时的文化 第一 因为当时 公开来说的话 男人很少和女人一起 来说话 耶稣打破了当时的规矩 第二 就是撒马尼亚人和犹太人 是敌对的 犹太人鄙视这些撒马尼亚人 认为他们是不洁的 是值得鄙视的 但是 耶稣 他不管 人家怎么想 他直不敢来问这个的妇人 这个的妇人 在福音里面记载下来 直到一代一代传下去 到了现在 我们都要每一次 都要是来纪念住 就是因为 这句说话 妇人 给我喝点水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意思就是 耶稣想带动着一个 很重要的信仰里面 一个道理 就是说 如何去找出 这个的活水 因为这个的活水 是给所有 口渴的 渴求的灵魂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 都渴求着 一些活生的东西 这些活生的活水代表着什么 这些活水代表着 真 善 美 真的 善 的 美 的 是我们的灵魂 所渴求的 是我们每一个人 心里面都想 能够得到的 而耶稣基督 就是教导着我们 如何去找到 这些真善 美 今天 在这篇的福音里面 由这个的 对话 耶稣和这个妇人的对话 我们找出了 有三部曲 怎样能够找到 这些活水 第一 当耶稣问他 着布着布 给水我喝 而 这个的妇人 一路这样解释 到最后 你听一下耶稣怎么问他 他说 你叫你丈夫来 开始了 开始就是 第一步 就是 找到 这个活水的第一步 大家还记得 那个女人怎么回答吗 怎么回答 他说 我没有丈夫 这个就是 走出第一步 这个是第一步的 跪依 这个就是第一步 去找到 活水的 就是要坦诚地 开躺着自己的心灵 告诉主 我们的生活里面 的罪过 这个是第一步 我没有丈夫 这个是一个的 告明 向天主面前 表明着自己的罪过 但是 没有完成 没有完全 我没有丈夫 他说 因为他 他不敢说 全字 但他走出第一步 我没有丈夫 所以 耶稣 着步着步 带领着他 就好像带领着我们 每一个灵魂一样 每一样东西 慢慢慢慢 将他带到 真 善和美 要他来面对自己 这就是我们的宗教生活 宗教来说 我们的天主教信仰 不是说 我们周围 用十戒来说 罪人啊 罪人啊 你们要落地獄 这不是我们的信仰 但是 我们会用着他们 悔改 好像现在四巡的一样 悔改吧 悔改吧 我们将人 来提高 将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过 然后提升他 提升到他说 去永生 去永生 这些就是我们提升着 每一个人 所以为什么 我们现在 有一个禁耶稣基督 殿立了一个 告解圣事 而今年 教宗方济各 在他的慈悲之年 的一年里面 提醒着普世的教会 着重我们 尤其是成为了 这个教区 今年的牧民的方针之一 就是 推动着 告解圣事 告解圣事的 第一步是什么 省察 没有了省察 没有办法办到告解 省察的意思 就是检讨着自己 生活里面 有什么得罪了天主 有什么得罪了人 然后怎么办 然后去悔改 我罪 我罪 我的罪不罪 上等的痛悔 然后去定改 就是说 我尽量天主 帮助我 我不会再犯 然后去告明 然后去做保随 所以今天 在这边的福音里面 走出第一步 要面对着自己 要省察 省察出来 要说明出来 好像他说 但是 第一步就是说 我没有丈夫 但是 因为耶稣 着暴着暴着暴 告诉他 是啊 对啊 你没有丈夫 以前有五个 就好像 我们现在 曾经 我们 在告解圣事里面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 告明 但是要完整 曾经有一个 一个人 他去办告解 贤心 他去想 插灰 神父 我 我偷了一只奴儿子 拜託 哇 很誠心 神父立刻劝他 不好 要 tenth 尽力还回 人 这个奴儿子 怎样呢 又说了很多 之后 还有什么 神父 其实 那只奴儿子 牚着一只 牚着 一个木的箱 牽著木箱? 木箱是不好的 木箱雖然是便宜的 雖然不是大序 但也不好 是別人 木箱,那陸木箱是蓋著甚麼? 木箱是蓋著很多盒子 那些盒子 那些盒子裡面是甚麼? 那些盒子裡面 每一個盒子 裝著一條金條 那有多少個盒子? 有五十個盒 開玩笑 但大家明白嗎? 我們要完整地去告明 但而且 或者我們告明的時候 因為害羞,說出了一個盒子 但最重要的 最嚴重的罪 原來有五十條 偷了別人五十條的金條 又或者在金條裡面還有鑽石都還沒頂 所以我們一定要明白 我們一定要針對著 我們的第一步 但是第一步開始了的話 我們要面對 但一定要誠懇完整的告明 完整的告明 甚至去到這些的就是不怕 不需要害羞 不需要自己 但因為我們面對著的是天主 所以要完整全部 甚至去到金條裡面的鑽石 如果有的話 我們都要告明 所以我們立刻看得到 第二點在福音裡面 第二步要是接近真理 除了是這個的 告明之餘的話 還要看得到 就是接納耶穌 接納耶穌為墨西亞 主,你就是墨西亞 你的話就是我要聽 這個很重要 要接納耶穌為我們的墨西亞 接納耶穌為寬恕我們的罪過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信德 堅信著告解聖事 堅信著告解裡面 是耶穌基督寬恕我們的罪過 所以 告解聖事也好 但是如果你每一天 告解 都是告同一樣東西 這個你有問題 即是說你不夠信德 在告解聖事裡面 要告的是我們 從上一次告解之後所犯的罪 所以這一點也幫助我們 我們不要經常不相信 反而不相信天主的全能 經常覺得自己的卑怜 但是我們一定要相信 主是寬恕了我們 我們一告明之後 主就寬恕了我們 無論犯了多大的罪 主也寬恕了我們 我們有一份的信德 然後也堅信著上主 給予我們的恩寵 能夠幫助我們 我們不要再犯 所以你會發覺 我們告罪了之後 我們會重犯 但是我們依賴著天主的恩寵 我們會繼續 去奮鬥 第三部 第三部裡面的 你聽一下福音裡面 是怎樣呢 她將這個婦人 這個罪婦 雖然犯過這麼多的罪 但是她不介意 將她自己 所經歷的 告訴所有村裡面的人 各位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就是說 她一接納了耶穌 為救世主 為墨西亞的時候 她就將自己那份的 已經不怕醜 已經不怕自己 以前她躲起來了 因為她是罪人 就好像現在很多教友 不去教堂 不會只是覺得 好像不進教堂 不是 教堂 是完全 教會 是完全歡迎我們 任何一個人 只要我們懺悔 所以這個人一樣 這個婦人 出去見證 將她的見證 告訴其他人 我犯過罪 但是現在 這個墨西亞 接納了我 我會重新來過 然後將這份活水 她得到的活水 能夠將她帶回給人 這些見證 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 主樂兄弟姊妹 你們不要戒壞 自己所犯的罪 但是一定要 你們歸醫了之後 一定要以身作則 告訴別人 帶領她 更加多人 去辦告解 更加多的人 要她來回回 我們的慈母教會 的懷抱裡面 各位 在座今天 我們會進行 一個第一次的考核禮 在座有很多 已經後世的兄弟姊妹 他們已經不是無道者 直至上次 恩選禮之後 他們已經叫做後世 等候著去領世 有幾句說話 希望你們 以致 我們將會有三次的考核禮 以致在四巡期裡面 你們是候選 簡選了出來 而考核的意思 是指去做少許的考驗 這些考試是什麼呢 考驗你們 在這個過程裡面 準備領世的過程裡面的話 他們不同方 在生活裡面 面對著種種的誘惑 沿著種的罪惡 來做一些的省策 告解 當然你們不需要告解 但是領世的時候 就會寬恕你們的罪過 所有的原罪和本罪 一次 就好像我們重複起告解一樣 領世之後的告解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的話 所以這段時間 就是我們告解裡面的第一步 就是省策 這些考核禮 其實就幫助你們去省策 在一種的 等一下有幾個步驟 一個步驟是靜默祈禱 靜默祈禱 要你們來反省 要你們來淨化自己 以著天主的聖言 來淨化自己 而且 好像第一篇的讀經一樣 第一篇的讀經 梅室 人們想要水很口渴 梅室用拳杖 敲 敲什麼 不是敲門 敲那個石 敲那個石 那個石要裂 裂開 才能夠有水出 那個石就是我們硬了的心 現在各位的後世者 你們敲韻 藉著你們 藉著天主給你恩寵 現在敲動得到你們的心 現在你們的心 硬的心 石呢 現在裂開了 有活水流出來 有真善美流出來 各位 你要接受它 要好好地接受這些 這樣才能夠去來 接受耶穌基督 然後試一下 每一樣都是 接受了之餘的話 要傳開它 而一陣間也有一個第二 除了祈禱之餘 有一個短的 叫做驅魔式 不用怕 驅魔 但是呢 是指幫助大家 去來 定除 所有心裏面 一些邪惡的神 邪惡的 就好像我們上個禮拜 突然間有一個人走進來 要我們驅魔 當我們一祈禱的時候 你們立即大喊 當然 不會發生在你們身上 不用怕 但是 是一種很簡單的驅魔禮 讓大家 明白到 今天 我們教會 一陣間要佛守 藉著聖神 能夠降臨你們身上 驅逐你們身上 種種種的 魔鬼 種種的邪念 以後 藉著我們大家 教會 一起和你們祈禱 這些很重要 就是第一步的歸依 你要依賴著 天主的慈悲 依賴著教會 兄弟姊妹間的 種種的支持 所以 希望你們大家 藉著這個 省策 整這個淨化的旗 一定要 不僅 去來 告訴天主 你們那隻 偷了那隻 爐仔 還要說什麼 說什麼 那些 木車 車上的木箱 木箱的金條 金條裡面 如果有鑽石 都要 一路一路 深入去了解我們的 天主的罪過 這樣 我很相信 藉著你們 就會感受到 這個活水 這個真善美 就是因為來自 你感受到 天主的大愛 基督的大愛 以及教會之間 兄弟姊妹 多麼疼你們 愛護你們 多麼支持你們 你會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感谢观看